眼前这位中年妇女跪在地上不断哀求 她希望丈夫杨飞亮看在她生了一个儿子的份上 同意他们离婚 并给她15万元征收款 但丈夫却表现得很冷漠 她内心其实非常凌乱 她并不想离婚 自己的孩子才两岁 如果离婚将是对孩子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妻子不依不饶地一直在哀求着 看得出她的心也很难受 那这对夫妻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恩怨非要到这一步呢 最终丈夫会同意妻子的离婚要求吗 我们一起往下看 事情回到四年前 王颖刚结束自己上一段婚姻 独自一人带着女儿回到了娘家 不久之后 在邻居的介绍下 结识了附近村庄的男子杨飞亮 这时的杨飞亮已经是34岁的年纪 也是村里家喻户晓的老光棍了 杨飞亮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 父亲常年咳嗽 也没有劳动能力 家庭条件相当的差 反观王颖才25岁 虽然是离异 但他还是是大学本科毕业 在当地小学做教师 在当地的条件比丈夫杨飞亮好太多了 随后两人竟然介绍后开始了交往 杨飞亮在交往前也如实告知了自己的家庭情况 最终他们不论了婚姻的殿堂 原本家庭和睦的这对小夫妻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杨飞亮称 因为他们村当年已经在征收房 但恰巧在这时候 王颖出现在他的事业 在结婚前他也担心 是不是因为征收房的原因才嫁给自己 但最终还是说服了自己 娶了王颖 但就在今年1月份拆迁款下来了 杨飞亮拿到了的99万以及两套房子 因为对妻子的宠案 征收款一下来就立马打给了妻子20万 毕竟他为自己生了个儿子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妻子却认为太少了 直接要求再给他15万 当时杨飞亮并没有同意 因为家庭条件本不富裕 加上老人都有疾病在身 这个钱也不是他一个人的 但狠心的妻子却直接向法院上诉离婚了 要求再给他15万补偿金 当妻子听到丈夫不愿给钱的时候 立马变脸带着孩子和医务救回了娘家 这次网友回来的是杨飞亮 把自己另一个女儿的拆迁款给他 但杨飞亮表示 继续并不参与征收 两人争执不下 险些动起手来 等双方冷静下来后 第二天他们到当地社区核实情况 根据社区人员告知王颖 和前夫所生的确实不享受征收补偿 随后婚姻调解人来到家中 指出了王颖对这次婚庆时存在很多问题的 当初王颖嫁给杨飞亮 是看中了他们马上要征收 现在征收款下来的采原型壁录 现在只有离婚是最好的选择 杨飞亮也同意了调解人 但他要求王颖的帮忙照顾儿子到八岁 每个月他可以给一千五百元抚养费 王颖提出要带儿子就要给他十五万 而杨飞亮只同意给妻子五万 就在大家僵持不下的情况下 王颖就开始跪着向杨飞亮祈求 最终杨飞亮还是心软了 答应了妻子的要求 最后大家当场签订了离婚写一书 老胡最后还是想说下 婚姻不是儿戏 不能金钱可以买到的 孩子在童年就遇到了家庭的魄力 对他以后的生长势必是个问题 也希望更多的夫妻能看到这个视频 也劝姐姐夫妻离婚要谨慎 要为孩子考虑一下 福速转发 商业 糖 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